XX都說沒有的 7XX就說了 XXX 你吵什麼呀? 是吵什麼呀? 本港網絡封傳一段 大快活經理大戰公屋優質食客的影片 顯示有一個婦人 在大快活餐廳裡爆粗投訴 而大快活男經理聽到之後 就以粗口反駁 他就沒有了 影片引來網民熱議 有不少人支持經理的做法 經理維護了餐廳尊嚴 做得好 也有網民認為 作為職員 面對顧客的時候 應該注意言恨 大快活回覆我們表示 這次事件是情況特殊的個別事件 對於集團員工相對魯莽的回應和態度 對顧客造成不必要的滋擾 集團感到很抱歉 並會檢討內部指引和培訓 以避免同類事件再發生